Hello 各位小姐女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一期健身方面的东西 还有顺便讲一下我近期的一些洗护产品 就是因为健身了之后呢 你洗澡啊什么的就会比较频繁嘛 然后还有洗头 然后我是一个非常不爱洗头的人 所以我想顺便和大家讲一下 就是最近用到的一个洗发水 我觉得它控油的效果还不错 所以想分享给大家看一下 那我们就先讲一下洗护吧 因为很快带过的东西不是特别多 然后讲完以后就进入健身的那个话题 如果你们不想看我前面的废话的话 你可以直接跳到后面去 洗发水我之前推荐的是医用的牌子嘛 而是那个预法的款动的白耳皮 然后我用完了之后呢 我不是之前也买了一个这一个嘛 就是这一个牌子的 然后它的是西柚什么的那一种的 然后我觉得这还不错用 它这个是西柚和柠檬味的 然后味道不是特别的虾 它里面的那个控油的效果 我觉得还不错 但它用的时候 就如果你头发是很油的话 一定要把它摇匀了之后用 摇匀了之后呢 它起到的那个控油的效果会比较好 然后这一大瓶呢 我已经要控瓶了 可能还剩一点点了 因为最近我虽然很不爱洗头 就是因为我用那种 因为我编辫子嘛 就编这种发型的话 你可以不用天天洗头 就有的时候你可以忍到三天洗一次头 嗯对 就这么啦 然后但用它的话 你的明显感觉到你的头发 油的没有那么快 因为你想一下 我每天都是健身练武 至少保持在运动两到三个小时 就是出汗的那个量是非常大的 但是用了它之后 还要加上这个发型 我真的可以熬到两到三天洗一次头 我觉得非常开心 推荐大家去试一下 然后这个那个牌子 我会写在这个上面 因为漂发了之后嘛 然后又洗头的话 你头发肯定会比较干啊 然后给大家推荐一个护发素 就是分化护发素 这个护发素真的太好用了 虽然它味道真的是有点过于的香 但是它这么便宜 又这么好用 你都不要再挑了 而且还是国货 反正我这个用了挺久的 自从我漂染了之后 我都一直在用它 就用完之后 你的头发真的非常的顺滑 我就是半年大概染了两次头发 然后漂了一次嘛 然后现在的发色是那种有点绿色的那种 但是我每次喜欢头用它之后 我的头发都不会有那种干枯的感觉 然后发我也没有分叉 很推荐大家去试一下 如果你没有瓢 然后经常染发的话 分化 护发素 推荐大家去买 我就推荐两个身体乳 一个就是这个老生长长的身体乳 我已经不想再躲出了 就美国的这个果酸的身体乳 然后还有就是日本的这个烟香安的这个身体乳 日本的烟香安这个身体乳 我觉得还蛮好用的 它也是主打保湿啊 然后美白那种效果 但是我觉得它对去脊皮也有一定的效果 我是只两个混着用 然后这个也用了不少了 我们可以看一下 好前面把身体说完了 我们就可以进入健身的话题了 我不知道最近你们看我的视频 有没有觉得我的就是身体比较紧致了一点 我自己的感觉是有的 虽然我体重变化不是特别大 因为其实我最近去健身 我不是为了说减肥吧 我之前也说过了 就是为了让我的身体看起来就是比较紧实的那种感觉 就是有线条感吧 就是这样讲 然后我现在一般练的就是练背部 然后手臂 然后还有我的臀部和大腿练的比较多吧 然后腹部的话也会做一些腹部的运动 但是我觉得腹部如果你想出马甲线的话呢 我真的觉得剪脂非常的重要 如果你的脊植下不下去的话 你的腹肌是非常难看出来的 就我最近其实我有在努力的去练我的马甲线 但是因为我的身体的那个脂肪量没有降到说就是那种非常 就是可以一下子就显出你肌肉的那一种那种体质量 虽然我有在控制有吃减脂餐 但是因为我有的时候就是早上吃减肥肠 中午吃减肥肠 然后晚上我小子说 我们去吃什么吧 然后我就去了 就是那种很随缘的那种人 我晚上经常吃烧烤吃烤肉吃火锅那些东西 所以我现在健身症就是为了keep fit 不是为了减肥 这真的就是为了保持一个就是比较好的那种 紧致的那种感觉吧 然后还有一个问题是大家会问说请私教有没有用吗 我觉得请私教呢 我在我看来的话呢是有用的 就首先第一点请私教它可以纠正你的动作 就是比如说你想练某个地方嘛 你自己去练的话你会感觉 感觉非常好 我觉得我已经就是比如说你的铁的重量 你加多少了 然后怎样了 你会觉得说我已经可以了 但是其实实际上你可不可以的话你不懂 有的时候像有一段时间我自己练嘛 然后练着练着我就感觉为什么我练了一段时间 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 然后我就去问私教嘛 然后私教就说他说因为你有一些动作做的不够标准 然后还有速度啊就太快了 就是比如说你在做一个动作的时候呢 你速度要给它保持在一个那种比较匀速那种转态 不能说一下很快 一下很快一下很快一下很慢一下很快一下很快 这样的速度 我是一个比较急性责任 所以我在做很多鲁铁动作的时候 都是会比较快 然后我经常被教练说 就是说你太快了 你不能太快 就太快呢是起不到那种效果的 然后还有一点就是在你快坚持不下去的时候 你必须得再做五个左右的动作 因为那个时候呢 它是最能够激发你肌肉的那一个时刻 就是反正我觉得请私教呢 它就会告诉你一些比较重要的点吧 然后我没有去买那种连续的私教课 因为太贵了真的太贵了买不起 然后我买的是那种做活动的 为什么我可以买那种做活动呢 就是你可以跟私教的关系混得熟一点 就有一些呢 比如说那种暑期学生的优惠活动 因为我跟私教混得比较熟 然后它就会告诉我说 那我只收你一个就是这个会员 是不是学生的嘛 然后其他都收学生 因为它这种暑期活动 其实他们分到私教手上的那一种课时费呢 是不是很多的 就很累 然后你排课就排得非常慢 所以这种时候呢 你就必须跟私教打好关系 它就会就给你一些就是比较合适的那种课程 让你去选择 比如说几百块钱 然后有五到六节课那种 就是很划算的 因为正常我们这些私教课 都是两百到三百块一节课 就真的挺贵的 我根本就是 然后还有就是 如果你跟几个私教混得好的话呢 他们没课的时候 就比如说你去健身房 他们没课的时候 他们会私下可以给你一些免费的指导 我经常去蹭那些免费的指导 就是那种上半个小时的那一种 然后就会跟他讲说我想练哪里 然后他就会去带我去练 比如说就练我的肩啊 练我的臀部啊 就会带我去练 但是私教课上完了第二天 真的就是那种生不如死的感觉 这也是抱私教课的好处吧 就是有私教给你去旁边 去督促你的话 你就不会去偷懒 真的 我自己练的时候 我经常练了三组到四组以后 我就觉得说 不行我太练了太练了 我就放弃 但如果是有教练的话呢 他就在旁边跟你讲说 最后一组了 然后最后五个了 你坚持住 你坚持不住 我可以给你一个辅助的力量 然后他虽然有给你辅助的力量 但是你的肌肉还是有在发力的 还是有在运动的 就是那个时刻 其实是最能锻炼到你肌肉的 等于说你前面其实 算在热身比较多吧 然后就其实是最后几组的时候 是最能激发你 就是身体的肌肉去刺激它 然后去让它形成一个 很好看的那种线条的 这都是私教告诉我的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说 你请私教的话呢 会有个系统的训练 比如说他会安排你 这一周练几天 然后是练什么 就是比较有个系统的训练的话呢 你某一块的那个线条呢 会比较容易出来 像我的话 我说实话 我平时自己去练的话 我都是那种 就比如说我都是 腿部练三四个动作 然后腿部练两三个动作 然后再肩练一下 然后手臂练一下 就没有一个很规划的那一种 然后每次被教练看到他 说你今天到底在练什么 你就是这里练两下 那个练两下 然后这里又练两下 我看你完全都没有在规划 你今天练的是某一个方面 我说我真的没有在规划 我只觉得 嗯 这个这几台 我觉得都没有人在用 我就想说 那我就都练一遍 我就是为了完成 我每天录帖 20到40分钟 这个目标而已 所以说你请私教的话呢 我个人是觉得说 还是有必要的 就你如果说是 刚刚进入到健身这一个 兴趣爱好里面的话呢 我觉得你前期 真的是有必要请他私教 因为他可以带你去 熟悉各种器械 然后可以告诉你说 哪一些器械练的 到底是哪里 然后某一种器械它有几种练法 然后练的都是哪里 你必须先去熟悉了之后呢 你自己去练的时候 你才能比较到位的练到吧 如果说你不懂 然后你都是在那个 健身法里面看别人练 就是有一点寒淡学步的感觉 你知道吗 就是我就是这样子 就一开始的时候很自信 我就看别人练 然后练完之后我也去 然后结果教练在旁边 看到就忍不住 过来指导我 他说你这个不太对 或者是有一些练得比较多的那种会员 他也会说 他说这个不是这样用的 就是这种时候 就是非常尴尬的时刻 然后关键是 他这种 这种指导呢 他又不是比较系统性的指导 虽然说你是可以去让别人去教你 但是我个人觉得 你前期的话 如果想露铁的话 还是找教练会比较好一点 那像我现在我大概清楚 健身盘的那些器械 怎么用了之后呢 我都是自己去练 我证实的那种寻常的私教 如果他有在寻常的话呢 我就会把它抓过来 再指导我一下 我一般健身盘都是这样练的 然后再说一下练舞吧 我觉得练舞的话 对我整个人影响还是蛮大的 你整个人的那个精神状态 我觉得练舞和健身 让我整个人的精神状态 都不太一样了吧 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就是 我运动的这几个月以来 居然治好了 我已经八年 八年八年不规律的姨妈了 我之前的姨妈是那种 两个月来一次 或者三个月来一次 最严重的时候 是半年来一次的那种 就是非常的月经不调的那种人 然后我今年真的就是 坚持陆陆续续锻炼了半年嘛 虽然有时候可能是因为做脸 可能就会停个半个月 十天半个月没有去运动 但是至少每个月我就有保持 至少在运动十天半个月的 这种节奏嘛 然后我就觉得说 运动真的是对你人的 一个身体状态的那个调整 是起到非常非常非常大的作用的 即便我现在每天还在熬夜 还在乱吃 还在各种做习不健康的活着 但是它真的就是治好了 我的月经不调 我现在至少每个月 姨妈都是正常的来了 这真的是让我觉得非常的amazing 就真的太神奇了 我之前去吃中药 我之前去看了各种中医 然后去抽血检查 然后去照那种各种B超 我都怀疑是不是 我子宫有问题或者怎样的 然后去做各种检查 吃了很多要花很多钱 都没有用 但我没有想到 就是我在运动的这半年的时间 我的月经不调竟然被治好了 这真的是让我觉得 非常非常非常夸张的一件事情 然后还有就是身体的线条 又出来了 就比如说比较结实啊 然后屁股的那个形状 也好看了一点 这些都是我私教他 就是看我练了这段时间之后 他也有觉得 他就跟我说 他有觉得你最近的那个体态啊 什么的都变好了很多 虽然我没有一直上私教课 然后也是自己就是三天打工 两天扇晚的去录铁那一种 但我真的觉得我的状态变了很多 然后看到这里的话 如果你们觉得我废话很多的话 那很抱歉 因为我这个人讲东西 就真的很容易 就是那种发散思维 讲非常多有的没的 就比较没有调理的那一种 因为我就是想就是那种闲聊的 凡是跟大家讲嘛 然后总结一下就是健身 真的是非常非常有必要的 然后请私教呢 我个人是觉得说 前期也是很有必要的 但是有没有必要一直请私教呢 我觉得是没有必要的 真的 就是我在健身房认识的一个朋友嘛 但他也是我店里的客人 他有来我店里喝奶茶 我让我们某天聊到就发现 我们是在同一家健身房健身的 然后我就问他有没有报私教课 他有 他报的是72节的私教课 就是非常贵 几万块钱的那一种 然后但是他现在已经练了 大概三四十节了吧 我看他 我看他是没有非常非常非常明显那种变化吧 所以我个人觉得说私教这件事情呢 就是你前期请的是为了 让你自己去熟悉那一些器械怎么用 然后是去形成一个 你自己锻炼的一种规划吧 就是他会给你安排 那你以后练的时候 你也可以按照那种安排去练吧 就毕竟是适合你的那种 但是有没有必要长期跟着私教练呢 我个人是持保留意见的 真的 因为我看了一些长期跟私教练的人 我就觉得说 嗯 个人 就看个人吧 有一些人他可能真的是要跟着教练练 然后他身材就会非常非常的好 比如说那种很健美 或者像明星一样 你有一个就专门的团队去 就有专门的那种私人健身的教练给你去 规划你的身材要变成什么样 但是那个费用肯定非常高 跟你健身房那种私教课又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个人觉得 如果说你经济实力不是说特别特别允许的话 我觉得你可以去买那种短期的课程 买完以后你就是大概只要你自己是怎么样一个 就是大概只要训练是怎样的一个过程 然后那些器械是怎么用的 我觉得就可以了 然后你自己每周有规律的去产生健体就可以了 如果你真的不是为了练出那种 非常非常sexy 或者是非常非常非常有线条那种身材的话 我真的是觉得没有必要抱长期的私教课 那简直